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谢谢 我们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名 得到任何的利益 也不是为了荣华富贵 我们每一天努力在做的 只是希望这个节目其实是写给台湾的情书 是希望能够让台湾能够让两岸 能够让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 明天让你跟我都能够更好 谢谢 那再朝的再野的都是我们要监督我们的对象 因为我们是人民 我们的声音最大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社长王峰 各位朋友大家好 立法委员柯志恩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野台发起人罗志强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大家好 新党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 夜文打拳生日快乐 各位晚安 谢谢 从昨天国民党的最新版实力女超人许舒华 那今天的意外不小心的一掌之后 其实产生了很多的效应 我们看到今天晚报 国民两党蓝绿的立法院 沈贤瞻全五行开始了 砸水球丢椅子 那当然我们不是要看到暴力 我们也不是鼓吹暴力 我们也不是希望看到所有的立委 在立法院表演 但这个事情终究是有效应 而这个钱瞻总共第一期就4200亿 第一年就1000多亿的预算 到底要怎么样花我们老百姓的钱 如来生长 可以弥补过去的放水的钱瞻吗 那举债买2亿的尿布 这件事情还有里面 稀奇古怪 旷世绝伦的 铺泊油的 世纪笑话的钱瞻 有救吗 7月14日林权到立法院去报告 钱瞻基础建设计划 国民党说要发动近700人 路过立法院 除了反钱瞻抗议 钱瞻预算以外 还要打算赌林权 林权一进会场 朝野立委就大打出手 然后 当然啦 邱益盈他昨天挨了那一掌之后呢 开始就在网路上面 在他脸书上面 就希望能够讨拍 但是网友呢 不太满上 这一次很奇怪 他不管怎么讨拍 网友都一面倒的 竟然跑去挺许淑华 许淑华愿意跟社会大众道歉 但是不向邱盈道歉 然后邱益盈呢 她说我也不接受野蛮人的道歉 那到底谁是野蛮人 我们看一下 回顾一下邱益过去的丰功野机 听理不容啊 刚刚看到就是 他打李庆华一巴掌 然后他搅踹法务部长的那个门 所以柯委员 现在在立法院现在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 大家认为这个书华 他这一拳呢 的确是打出了一种 好像有平反的一种感觉 那加上今天呢 我们的林维州委员 他刚刚也是用一个 当吴炳锐委员用一个椅子 要往前面砸的时候呢 他那一个雪球刚好郑重眉心 我们一点都不鼓励暴力 但是呢 就像我过去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 我看到立院这样子 透过荧光幕 这么多的打裙甲 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的反感 但是你真正进入到 这样一个现场当中呢 你终于发现 他其实上意识的杯葛 还是有其必要性的 举例来说 刚刚之前您提到 非常多在前瞻的项目当中 很多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更不要说整个组架构 当我们认定 它是四年4200亿的时候 对不起 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一贯的基调就是 时程减半 然后呢 这个金额减半 那我们强调四年4200亿 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 所以我们期待看到是一本 一本 四年4200亿的整体的规划 而且每一年当中 有像我们以前写计划案的干梯图 然后对于每个子计划 对于你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要可行性评估 你要有环境的评估 你要有所有一些先前的评估 然后才做出你的规划费 跟你的工程费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认为 他给我们这个的预算是违法的 就因为在违法的原则之下面 为什么要进行杯葛 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对一个 违法的东西 对他做出一个审查 所以当然不能让林全来上台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批评 国民党是这样的一个杯葛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与法有据的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造成这么样的乱象 那绝对不是国民党愿意的 前瞻里面的笑话 我们再继续帮大家回顾一下 故宫博物院数位典藏 这本来是故宫年度预算 村里办公室的活动中心 盖操场 改善停车问题 买尿布 然后铺薄油 我的天啊 志强 这个东西怎么会是前瞻 当然国民党也曾经被批评 上礼拜的放水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容许4200亿的预算 能够每隔4年就追加一次预算 所以上个礼拜之后 然后这个礼拜终于硬起来 才会让选民觉得说 有这么样的有疗愈的效果 前瞻这个计划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如果真的这么重要 思考这么周虑的话 你会发现也不过一年前 在蔡英文的所谓就职典礼里面 就职的演讲里面 它是完全没有前瞻的任何的提示的 所以前瞻这个概念提出来 也不过就是半年间的事情 那抛出来之后 蔡英文就好像念经一样 到宫庙也讲 台风天也讲 淹水也讲 就每天都在讲 然后就开始大力去推这个前瞻 所以基本上这个前瞻的背后 它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所谓精算 也没有经过所谓真正的规划 跟详细的配套 它完全就是什么 就是张景森 然后民进党 到各县市 然后就什么 让他的绿营的县市的 所谓的那个成员 那么开出了一张一张的支票 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2018选举要到了 我们必须用什么呢 用一些快速的速成的建设 来开始去绑装 那你知道建设下去 你知道接下来有工程 那你就可以开始做利益分配 把利益分配的牢牢实实的时候 这时候对我选举才会有帮助 所以他的思维很清楚 就是什么 就是未选 所以因此你今天告诉大家说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现在预算通过 你要那个条例通过 你要把预算项目拿出来的时候 他只有闹笑话 因为他根本没有做详细的准备 才会出现说什么 故宫的典藏 这些零零种种 什么村里活动中心 这些东西都可以放进前瞻建设 那干脆把整个政府 常态性预算书拿出来 当前瞻建设不就好 那何必定一个前瞻基础 建设条例呢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民众 对国民党很大的期许 就在前面的条例的部分 那很多人对民进党过了 是很不体谅 但是呢 接下来你就在整个 审查的项目当中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硬起来 民众自然就会给予掌声 不是兰淫的支持者喜欢暴力 兰淫的支持者是最不喜欢暴力 可是是感觉 你怎么会这样子胡搞瞎搞 我们的钱跟我们下一代的钱 而且没有人哪里有办法 那民进党为了搞钱 他什么话都可以讲 叶宜金迷朗的立委竟然说 台北市人口还没有台南多 那根据台北市跟台南市的 民政局公布的人口数 台北市是268万人 台南市是188万人 当然他只是口误 可是就可见 为了想到前瞻大家眼红 然后已经气急败坏到 什么样的程度了 董哥 那国民党这一次 林维州出来讲说 我不要再跟柯建民在协商 我悍然拒绝我霸气拒绝的协商 连霸气拒绝的协商 都被支持者一片叫好 现在莱茵感觉到支持者的心声了吗 他们不再受骗上当了吗 那国民党能够做什么在立法院 让大家觉得说你至少有士气 人数少有什么关系 今天台湾已经流行了两个新的笑话 一个是什么 一个说你看昨天 尼伟炎这样打了 然后今天换南伟炎上来了 这是四大印的赛田赛 本来票买的不好 现在票买的好好 今天开始大家 因为这是赛田 第二个笑话是什么 说大联盟洪花队现在要跟林维舟签约 光一个林职尾不够 签林维舟 你看这个准 水球打成这样 那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钱瞻是不是蓝了 是 是不是充满了欺骗 是 要买装 是 这些都涵盖在我们看到 一个政治的不公不义 那这当然就是我们叶伟打钱主要的主着 国民党过去可能被骗 也可能自己软弱 但是那时候国民党支持的愤怒是如何 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你至少把一个气势打出来 思维要输得漂亮 我讲民进党其实为什么一定要让这样过 这些立委跟他的装脚大家都有分道 有分道 县市首长分道 就是为了明年的选举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现在看蔡英文她现在是什么心态 她一边前瞻你一定要给我过 然后八国的总统她陪着做空军一号到高雄去 然后为了这样子还本来是要封爱河的 然后这个人工草皮 把那个巨马这样包起来 她觉得这样子可能就好看一点了吗 围很大围很远 然后总共一千个警察 要对付 规格一千个警察 我们有多少抗议者呢 三十个 所以媒体今天好几家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 大炮打小鸟 不约而同 不是他们约好了 这是为政者当权者的民进党政府 现在的心态 他们是这个样子 任俊 这当然是一个鸵鸟心态 而且摆明就是一个此地无垠三百两 那边都是道路 一片绿色的墙 在哪里 谁看过去都会觉得很怪 然后新公园也是围整个围起来 二二八公园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的混乱 在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当然当时前瞻的这个预算的法源 不管怎么样 他最后通过了 那你如果回来看民进党当时怎么讲 他说你先让这个预算可以通过 他取得法源之后 我们就来一项一项的逐一的检视 然后我们一定会严格的把关 你要任何的计划 要怎么样都一定要有他相关的这个 这个评估的报告 这是民进党自己讲的 结果先不要讲说什么 他突然三四天的时间 把那个预算书就编出来 然后送到委员会 送给委员 然后隔天就要开始省 我这个都不管 你光看 现在被找出来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包含预算斗不笼的 包含拿一般的经常们的预算 拿来称为这个叫做 叫做你要作为特别预算 他还讲说就是因为 我们现在要立刻做 你如果用一般的经常预算的话 这样慢慢做不行 要立刻做 这些我都不管 但我只问这些是谁找出来 都是在野党找出来 你民进党立委完完全全不去看预算书 我那天就直接跟民进党立委讲 我说如果今天任何一项挑出来的毛病 是你民进党立委自己找出来的 我跟你拍拍手 从此我不骂你 那表示你自己也认真 但没有啊 你看到这几天里面 民进党委员在那边干嘛 要嘛就是看漫画 要不然就是在那边互相拍来拍去 我讲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在立法院看到的乱象 你今天委员有花多少的时间 愿意去找 就连时代力量 人家都还找出来讲说你的预算 A跟B加起来不等于C 人家都还愿意这样去做 所以我就讲 当你今天告诉人家讲说 好 你自己站在一个执政党 虽然你是执政党 但你也要站在民意的这一边 你一粒一小就会划嘛 划说什么 这样不行了 行政部门不能乱搞 所以我们立法部门要出来 要干嘛 要修法了 在这件事情上面 你只看到民进党立委在那里 完完全全面要审这个法案 你如果要审法案 我再讲另外一件事 现在他们居然在那里宣传讲说 我们家院长林全出来给人家问到宝 问到蛮 有没有 他开始上直播 好像我们来面对民众 奇怪 这件事情不是现在该做的 你在预算法院要过之前 你就应该出来面对 而且更好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大家质疑他的 质疑他越凶了 他不去上他节目 他去上那个什么气象博士 我当然也觉得气象博士也OK 就大家都有全力了解 可是你去上一些 他们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人 你说我来跟你解释 有什么要怎么这么做 我讲实话 就你今天的态度 真的不是这样干的 我告诉你最新的 现在因为他们讲 把这个预算给复委了 对不对 好 国民党团现在就出来反制 他说这样子好了 你输家权 你也不要说你是议長 你本身也是理会委员 你这样乱告 我把你送纪律委员会 你把预算直接复委的这件事情 有问题吗 国民党也出来说 他说你这样 我们也怕行政诉讼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 你一个是抗争的手段 可是在立法院里面 你还是必须回到意识 运作的一个方式 你要占领主席台 你要霸占一场很容易 站起来就你会了 下来要有智慧 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 我看到当国民党在意识 运作上面 他开始去钻你 他知道说 我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反制的时候 我其实乐见这种发展 那你至于说武力 那个冲突是条纲还是故意的 你刚刚有放了影片 大家可以去比较嘛 你如果是条纲要去挑衅了 那种肢体动作或什么的 你当初是苏正清跟许淑华 人家讲的事情 苏正清有回事吗 他又跟你说你水面 戏皮笑脸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在看到的 这种所谓的态度 好 我不管说国民党当时是因为笨 还是怎么样被人家骗了 但最少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民众他会支持你的地方在于是 你光看民进党立委 自己在讲前瞻这件事 连人数他都不容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他就没关心嘛 他只想说你来问 我就跟你说就是过就对了 过过就对了 过就对了 他只想要这一点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野党的在这一块 你其实是有力量可以做 在意识上面好好的去努力 我相信民众会看得到 民党现在如果是 我钱就是要贵 不然要怎么 我钱就 就给我钱就好 其他我不管了 然后呢 对年改年金 对军公教 他就我钱就是要删 我不管 我就是要把你的钱砍掉 最后就是老百姓 君是臣如叩丑 当然我们不是臣 可是那臣是这个国 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陈建仁 他去南下的时候 摸黑南下 然后要警察沿路保护 看到警察的心声是什么 有的眼睛还没有盛开啊 大家就像疯子一样啊 你有什么不满的讲话啊 你有什么不满的讲话 你有什么小姐 保卫员手保卫长官的安全 本来就是警察的职责 就是随护的职责 可是他们为什么愤怒 因为 因为你如果对我不仁不义 就不会有人要帮你卖命了 军人警察都是把一条命交给国家的 三军官校 现在招生的情况怎么样呢 陆军本来要招518人 实际上只录取275人 所以已经有差额 结果最近这样一来 报到剩下只有254人 所以最后你得到这个学生 不到49% 报到的人等到毕业 还会剩下多少人 有多少人根本这么苦 然后最后又拿不到什么 干涉就不要 海军官校要162人 报到只有134人 空军248人只报到210人 而且分数都整体下跌了 曾经当过陆军教育长 陆军高中校长的 被议中将黄毅炳说 最重要当然是因为年改 那也有阿帕契案 洪仲秋案 所有的事情 就是你整个对于军人 他的荣誉感 他的向心力 以及他退休后的所有的福利 全部都没有 他感觉被羞辱 而军中人士说 陆军拦指部的战车营 出现三个连的九位排长 全部都悬缺 国防部在跟立法院 报告里面坦诚 目前少卫中卫的边 边线比只有54% 其中最严重的陆军 边线比只有略高于一半 就缺额那么高 然后连警察也是 你看警察刚才他的心声 是什么 警察去年招声明额 警钻去年是2280人 去年报告的人数 还有14000多人 今年报告人数 就少了2000多人 而警大前教授耶宇兰说 报告人数少 应该就是跟年改有关系 因为你要去当警察 当公务员 你有再高的理想 其实内心其中想是 我希望有个稳定的生活 你剥夺了我这个东西 谁还要来呢 汉婷 民进党如果说要去照顾军公教 或说要去照顾警察 根本是笑话 老师如果他的专业很够 不要说是去所谓的观光旅游 他可能想到那边去 有人请他去当一个志愿的老师 去帮希望小学上一些的课 不行吗 他连退休之后 最基本想要满足 他个别的身心里的部分 都要被这样的一个钳制住 就会去照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